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11月29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到美国股市在昨天 因为又有FED的官员出来发表言论 告诉大家这个升息还是会继续的进行下去 放出了所谓鹰派的言论 再加上中国最近兴起所谓的白纸革命 那美国人担心的是 那包括像苹果都在美国 苹果的iPhone都在中国制造 会不会也受到影响 所以昨天的美股 因此出现一个开低走低的下沙 道琼收盘下跌了497点 Nestec也大跌了176点 四大指数是全面的收黑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因为昨天已经先大跌了221点 早盘指数再开个低急沙下去 盘中最低跌了107点 来到14449之后呢 下半场开始有买盘进场拉高 收盘反而是翻红上来 上涨了152点作收 那指数昨天大跌 今天早盘再下沙白点之后呢 收盘翻红了 是不是代表这波大盘 拉回整理一天半之后 就已经整理结束 准备再度上工了吗 现在要做波段做短线 到底如何才能够去掌握赚钱机会呢 好针对大盘的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做最新的一个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 还是先来跟大家按照管理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快打当冲作战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大盘指数是一个标准的怎样 上冲下洗盘 早盘指数先下沙又拉高 震荡之后尾盘再拉高 那这种震荡式的上冲下洗盘 县荣老师都说过 它很容易出现一个多空双沙的现象 做多做空都容易被扫停损 所以操作必须要谨慎一点 原本我们锁定的标的 在代号8033的军工概念股 生产无人机的一个雷虎 那昨天还股价锁上涨停板之后呢 这个抽码面又发现 昨天的涨停 买盘来自于短线隔日冲大户 那隔日冲大户昨天锁完涨停 今天出量继续拉高 新散户在抢进之后呢 疑似开始有拉高反手出货的迹象 动能指标 这个百战指标也在这里交叉向下 出现了转弱讯号之下 所以今天建议会员朋友 本来要采取短空的一个策略 那个可是呢 今天后来雷虎并没有能够这地方赚钱 原因在哪里呢 除了说早盘股价先拉高再下沙之外 还有碰到了 本人原本是要这地方做一个短空 可是呢 他目前还没有开放所谓的融资融卷 也没有开放现股当冲 换句话说我们要先卖 不管是用融卷还是用现冲先卖 都没有办法来做出手 这种状况当然我们只能这地方 这个把它取消掉 不然今天的雷虎 这个先沙后拉的走势 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多空双沙盘 那这种状况 县荣老师也观察 后来这个大盘就是这样 一下子下沙一下子又急拉 标准的来回震荡上冲下袭 多空都容易被扫停损之下 我们就会建议会员朋友 当冲作战休兵一下 等看绝的目标 再来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稳中求胜 不拿会员朋友写汉钱 去做赌博的动作 当然很多头顾老师 看到县荣老师这样操作 都会说县荣老师 你这样太保守了 你当一个头顾老师 在电视上解盘 最重要就是要吸引会员 来加入 对不对 如果说你都叫人家 这地方保守一点 怎么样能够做生意 你应该叫大家 赶快冲 赶快进场 最好是这样 每天爆一大堆的股票 反正总会中个一两档 有拿赚钱 这个有中个一两档 有赚钱了 就可以拿出来表演 做生意 吸收会员 没有赚到赔钱的 藏起来不说就好了嘛 对不对 干嘛那么保守呢 当然我知道 很多头顾老师 的确就是为了多做一点生意 你看到每天爆一大堆的股票 给会员朋友 赚钱就拿出来这样 赔钱就不说 很多头顾老师 为了多做一点生意 每天就是叫你赶快进场 赶快进场 天天都叫你冲冲冲 这样子可以吗 当然别人怎么做 我们管不着 但是如果说为了多做一点生意 多收一点会员 却害大家 这地方满手套牢 这种事谢荣老师真的做不出来 因为谢荣老师 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希望的就是在市场上 立下一个标杆 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专业用心 而且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所以我一直跟我们的 极品操盘团队的研究同仁说 我们不可以为了多做生意 这地方带着会员 去拿会员的血汗钱去做赌博 不管是做波段 不管是做短线 你会看到保护会员朋友 永远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帮助会员朋友将获利放进口袋 则是我们永远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我宁可说保守一点 因为我认为保守 就是一种保护会员朋友的态度 而这永远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对不对 我们就是这样原则之下 要认真的真正将会员 帮助会员朋友将获利放进口袋 所以县荣老师一直强调 不管做波段 不管做当冲都一样 就像孙子兵法所说的 习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者守也 可胜者攻也 股市如战场 我们带着会员朋友 会员朋友把他们血汗钱托付给我们 我们就要像这地方带兵作战一样 不能够攻的时候 要懂得这地方采取守势 等到机会来了 再来全力进攻 这永远是我们操作的准则 所以你看到做短线当从我们看准机会 再来做出手 做波段也是一样 该休息该休兵该提高警觉 我们都会提醒大家 包括了年初指数突破18034 涨到18619高点附近 多少投股老师还在教大家 不用怕继续冲继续买 我们已经提醒了 台股涨了21个月之后 NASDAQ现在跌破年限 资金行情已经开始扭转 提醒大家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价量高档背离 指标高档背离 大盘已经出现中期回档危机 风险历史绝对不能少 才18000的时候 有没有都提醒大家 后来指数一口气 下杀4000多点 我们带着会员朋友 避开这一大端的下杀 不会说为了要多做一点生意 还在18000拼命叫大家买买买不停 该提醒大家注意风险 都有提醒 等到7月份杀到14000点左右 市场最恐慌的时刻 县荣老师当时提醒 低档的爆量长黑出现 这地方融资断头卖压涌现 单周下杀千点 散户疯狂杀出抛售股票的时候 大盘随时有机会 酝酿一波中期反弹 时间点7月中旬 台积电法硕跟国安基金立会前后 这我们也都预告过 对不对 后来果然大盘 你如果能够避开这4000多点下杀 就能够在14000 掌握这波中期反弹 那等涨了1500点 大家又觉得没事 又想要买股票的时候 多少投股老师告诉大家 会有V型反转继续买 我说该休息了 时间结构 大盘已经反弹30天 但是没有过前高之下 接下来轮到空翻空盘 也提醒大家 这时候指数涨了1500点 台币却扁破了30元的大关 有没有告诉你 小心外资要再度出走 太股反弹结束 要继续向下了 反弹过不了前高 下跌要破前低了 所以你看到 该提醒大家风险 该注意要采取手势了 该居高思维了 县荣老师也都会提醒大家 等到上个月 杀到12629附近 这时候我们跟大家讲 注意指数在台积电下杀 连续破底之际 台币又连续两天指贬 外资提款压力 已经高一个段落 而指数在跌破前低之下 指标未破前低交叉向上 低档背离讯号出现 所以年限 这个两年限 虽然在16200到16300 向下交叉 但是乖离高达3600点 这里随时都会跌升反弹 修正副管理的机会再来了 也跟大家预告这波大盘 那时候还在13000 接下来多方攻击量出现 就有机会来向上 挑战季线到半年线 14000到14700点 这都是在当时低档 我在提醒大家的 所以你看 该提醒大家要采取手势 我们都有提醒 该有进攻机会 我们再来把握 这样才能够成为股市当中 真正的赢家 那当然上个礼拜 指数涨到14669 来到半年线附近了 有没有跟他讲 这里不要再急着追高 停看听一下 上个礼拜有没有提醒大家 短线在这里高档震荡 但是量的趋势转弱之下 稍微会有个什么 拉回回测的动作 那昨天大盘下沙200多点 今天早盘再跌100多点 你看到目前为止 大盘关键转折 都符合现龙老师 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 重点是你看到一个真正专业 用心有诚信的操盘团队 就是能够这样子 帮大家该进攻的时候 但你掌握进攻机会 但是该停看厅 该休息一下的时候 也会帮大家采取首饰 好这是我们在未来 会继续尽心尽力 莫忘初衷 继续的提供大家这样子 最专业用心 而且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我们继续看下去 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 大盘短线会有个拉回回撤 但是这个拉回回撤 会将一口气下杀吗 以目前筹码面上来看的话 融资余额 现在居然比12629的时候还低 代表这波大盘下杀下去之后 散户吓坏了 疯狂的砍完股票之后 这波大盘反弹 却都没有进场 反而都是外资在做满进 所以大户已经回来 散户就反而跑光光 从马面很明显的 懂技术分析会知道 这对多方仍然是有利 所以我说过拉回回撤 或者是高档以盘待跌之后 只要有2400亿的多方量出来 这个还是有机会 再往下一个目标 15475来做挑战 只是这个行情 虽然说目前还是有机会继续拱 但是你问我 它是不是代表已经正式的翻多 恐怕大盘要正式翻多 也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最重要的目前筹码面 大盘下杀2200点 再反弹2200点 融资已经大减了超过300亿 而外资已经开始回头 所以我说筹码面对多方是有利的 大盘有利于主体 但是多头要来临 有两个大要素 基本面上来看 一你要有资金 或是二要有景气 这两个你至少要有一个你才叫做有多头的机会 可是目前资金的部分 昨天FED的官员也跟大家讲 目前仍然是要持续的打压通膨做第一药物 所以升息还是会继续的下去 或许不是像之前这样每次三码三码 但是这个脚步还没有停下来 甚至目标利率要到5% 从原本的零利率拉高到5% 你要去想想那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对不对 那代表着假设你跟银行房贷1000万好了 你一年的利息支出就多了足足50万 对不对 那你要去想这么高的一个利息突然 崩一年要多50万的支出 平均一个月4万多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一个月多4万多的支出 要去缴利息 你是不是要从其他方面 怎样去缩减预算 所以就会排挤到很多的民间消费 包括了企业你说要借钱来做投资 也会更谨慎因为利息太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会让明年的经济 以美国为主继续下滑 而且不只美国 包括欧洲包括中国 都有这样的现象 那这样的状况 你说各国央行还要收缩资金打通膨 而景气明年还是会呈现经济成长率下滑 不只台湾 欧洲美国中国都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才会说 现在的基本面老实讲也不足以支撑股市 形成V型反转立即翻夺 所以我说未来的股市会有一段时间 反复在这里震荡主顶 这个可能性会是最高的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操作策略 我跟大家讲过 第一个如果你要大资金要做波段 你不要想说这个时候才来进场抢反弹 很多人看到大盘涨了2000点了 才要进场抢反弹 那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去想想 什么叫做抢反弹 也就代表着这个你认为趋势还在往下 所以你才会进场抢反弹 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趋势还往下 又在涨了2000点之后 你才进场 那不小心怎样 就抢在反弹的高点 未来又继续下沙破底 不就又套牢了吗 所以我说这里 你不要用抢反弹的心态进场 尤其对现在很多产业 包括我们说的笔电 手机 航运 二三线 半导体 真正的景气寒冬 说实话都还没有见到 空头都还没有结束 未来真的股价还有可能更低点 这样的状况我都建议大家 逢反弹还是要找卖点的 那如果你要在这边大资金要进场 我们要一个心态 我们找的股票 要能够怎样 创新高 那就不叫抢反弹了 我们要找有实力 有机会创新高的股票 对不对 那什么股票 你说有机会有实力创新高 就是一个原则 我说的产业趋势 决定股价方向 我们找产业趋势向上 业绩真的有成长动能 不是只是沾点边 沾个题材而已 真的有竞争力 业绩能够成长的公司 这样的股票 有机会有实力创新高 那当然你不是在 这个创新高才去追 你在低档能够发现得到 你就能够去掌握大波段的利润了 所以我说大资金波段的投资朋友 这里如果你手上 有那种产业趋势向下的 反弹要找卖点 换到我们所说的 产业向上业绩成长动能出现 有实力创新高的股票 才能掌握大波段利润 所以做多买股票 我说要找有爆发力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从旁边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低档卡位 上一波锁定晶圆厂 扩厂潮之下 半导体设备材料需求大幅度成长 成为最大受惠者 那时候我们推荐大家 4770的半导体设备材料 大厂4770的上品 也就是在晶圆厂资本支出 大增之下 订单涌进 启动成长动能 营收创新高 法人在卡位布局 我们也建立活源票 买进波段持有在 260元 260元以下 对不对 后来股价大盘一个反弹1500点8月份 股价一口气创了历史新高 涨幅超过五成以上 最高到396 我们也顺利的在360元以上 建议会员票败出 百元的价差 创了历史新高 你看这不是抢反弹 这是找到能够创新高的股票 而且低档买好 自然就能够掌握大波段的利润 10张破例百万入带 包括最近我们锁定的电动车 对不对 当新能源车突破了千万辆的销售量 渗透率跨过5%门槛 往50%迈进 进入爆发性成长年代的时候 车用电子的需求正在大量增加 这里带动很多股价 将要带动股价打一把大盘突破新高 之前推荐大家电池大厂的新胜利 不就是在接到大订单营收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进场卡位之后 趁着拉回 季仙半年线黄金交叉出现 散户出完大户进货 我们也建立货源票 38元以下买进波段持有 后来股价6度亮灯涨停 冲高到最高60块 我们也看到短线过热之下 58元以下建立货源票卖出 成功了38到58元 20元的价差 对不对 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超做50张也是有机会获利百万入带 这样的股票才能够帮大家掌握大波段的利润 包括了这波2308的台达电 对不对 也是发现它的一个这地方电动车充电桩 电能转换系统 动力系统都达入到汽车大厂供应链 车用产品进入起飞期 营收其中成长动能创新高之后 法人卡位之下 我们建议会员朋友242以下买进波段持有 上个礼拜最高冲到304 我们302开始调节 也是股价突破了18619之后 再创新高 这样的股票 我们掌握的是这样 创新高实力的股票 低档买好 自然就有什么 大波段获利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 如果你要这个地方 现在大资金的朋友要来做进场 记得要找种产业向上 业绩有成长动能的股票 才有大波段的机会 那接下来 当然我们也已经在寻找最新的标的 车用零组件的龙头大厂 除了电动车 自动驾驶车的应用产品 都已经大量推出 最新的电源管理系统零组件 也都接到大订单开始供货 业绩正要启动成长动能 法人也在近期积极卡位 我们也正在准备买进波段持有之中 如果投资的话 错过了之前的上品 台达电新生力 这样有实力创新高的股票 低档的买点你都错过了 也想过掌握这样大波段利润 记得这时候 欢迎大家新的黑马即将推出 跟上我们的脚步 当然小资组而言 如果担心大盘反复震荡主体 动不动美股又再度下杀 那当然快打当冲作战 盘轴满手盘后空手 依旧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会建议大家 休兵个一天 等待看准的目标 再来帮大家继续掌握 下一个赚钱机会 这个部分 如果这地方投资朋友 不管是大资金 有波段需求规划 小资组想要稳扎稳打 跟着我们掌握赚钱机会 都欢迎大家广告休息时间 就来找我们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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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台北股市目前大盘的筹码流向 在这个9月份10月份的连续下沙 再来急拉了2200点上来之后 融资已经又再度的打减 现在都没有归队 反而外资这地方已经连三周买超 11月份以来买了1600亿了 所以整个筹码流向是有助于大盘在这里逐底 只是现在多头 目前基本面还不注意说支撑股市V型反转 多头马上翻多上去 一口气这样冲 所以最矮最有可能就这样 反复震荡逐底 如果这个阶段你要操作大资金波段的 记得你不是要去抢反弹 而是找到像我们之前上品台达电新生力 这样子产业向上业绩成长 有创新高实力的潜力股 才能够掌握一个又一个大波段的机会 但对小资组来讲 如果担心大盘万一反弹了2200 又再度拉回反复震荡逐底 不就现在买了这套了 那怎么办呢 我会跟大家讲 其实这些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最佳的操作策略 尤其对小资组来讲 当你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满手赚的这种盘后攻守 你是不是就能够高枕无忧了 有赚钱机会还是可以努力把握 但是不用担心 美股一下子大涨 现在好像又开始要大跌了 怎么办 这样子当你早上赚得到钱 下午就去逛逛街喝个下午茶 晚上还不用半列爬起来看美股 睡着安安稳稳睡着饱饱的 这样才叫生活品质 重点是受到大盘趋势 影响会非常低 因为我们操作随时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 随时可以先买 就像8月份就像9月份 指数也是在下沙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反弹还是下沙 8月份我们当冲累计战机 12剩3副3核 胜率刚好达到8成 9月份9剩2副3核 胜率一样超过8成之下 累计报酬率单月都超过了10%以上 就是假设你每一档用百万额度操作 一个月要帮自己加薪 各十百千万十万 月入十万以上 不是不可能梦想 对不对 我们会继续努力 按照专业SOP 观察盘是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今天大盘急杀又急拉 来回上冲下行 标准多空双杀盘 这种状况多空都容易被扫停损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等看准目标再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等好的机会来临 像上礼拜操作2201的育龙 发现隔日冲大户拉高反手出货 逢高55.3短空 打下来54.4买回 20张加薪1万8 有这样的机会就帮大家掌握 郁金光也是一样 利多健报 大户趁着利多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被我们发现 就建议会员票 一早407.5408先卖 打下来400.5买回 7块价差 3张加薪2万1就赚起来了 至勤 你看到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拉高本发现在出货 126.5先卖 123.5买回 3块加薪10张又加薪3万了 东哥游艇甚至一天 你看到10块加薪 一天帮自己加薪4万 都不是不可能梦想 如果投资认同县荣老师这样操作理念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缘分到了 指名加入 有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屋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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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